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繪圖,繪圖的話我們來先簡單一下繪圖 所以簡單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第一個只要給AXO的就是日期 然後YXO的話就是美元,OK,那我們把它畫圖出來 那只是說要怎麼樣畫圖,那第一個我們要先準備好資料,所以確定OK的話 接下來的話,底下只要給三行程式,那你會發現這邊的話會用到一個叫MASPRIELAB 它裡面如果你要畫那個這個折線圖的話呢,它這邊有個PIPRIELAB 然後呢,這個PIPRIELAB裡面有個PIPRIELAB,這個裡面的話給它兩個參數 反正折線圖嘛,顧名思義啦,第一個就是橫軸XO的這個,特別重要是串列 所以前面的主要是需要串列,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它Y軸給的數量 最後的話就是利用一個點秀的方法,它就可以畫出來了 好,不過跟各位講一下,這個前提是你已經安裝了這個MASPRIELAB 不過我剛剛試一下,我發現我們這個好像這個懶人包這個部分是沒有安裝的 所以待會的話,我們要來練習如何安裝 所以如何安裝外部的這個模組套件 那首先的話,執行給各位看一下執行 所以這三行的話呢,假設我IMPORT它 不過呢,理論上它如果找不到,它會出現這個錯誤訊息 什麼錯誤訊息呢,它這個錯誤訊息就是MASPRIELAB 那所以呢,以後啊,假如說你看到這個訊息的話也是非常簡單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說以後啦,反正你看到哪一個模組沒有安裝 接下來你就把它裝上去就OK了 那裝的方法其實語法都還蠻固定的 反正呢,就叫PIP INSTAL 那做法我大概示範一下 首先的話呢,這個語法呢,你如果擔心呢 假如你會記不起來或者是打錯的話 那你們可以再到雲端白板 因為這個繪圖在第12的單元裡面 我有單獨會有一個章節 專門來講這個MASPRIELAB 因為其實它這個能做的事情還蠻多的 就是等於繪圖啦 那首先的話呢,我們要怎麼安裝 其實就是這一行 那這個地方,其實當然 一般的書上是寫PIP INSTAL 這個MASPRIELAB 就搞定了 那問題,跟各位講 那為什麼你想說,老師 為什麼前面多一個Python 然後一個1-M 那跟各位講,因為主要的原因 因為之前,我們PIP INSTAL 發現 奇怪 裝了之後,也沒有錯誤訊息 但是一旦還是出現 No-MASPRIELAB 有沒有,就是那個MASPRIELAB 沒有 主要原因是因為後來發現 因為現在電腦 常常都裝了太多的Python的版本 可能有Anaconda 或者是Python 又有3.8、3.9 甚至是其他的版本 那你裝了很多版本 那環境變數裡面 可能又指向的 不是 一定是你現在用的這個版本 所以可能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我一直裝 裝APA一次的 奇怪,怎麼還沒有 因為你 你用的是A嘛 結果你裝到B去啊 那怎麼會有 OK 所以呢,為了要 確保說 你一定是強制安裝到 你現在這個 所以後面 我就教各位一個比較保險的 這個Python 1-M的話 意思是說 我強制就裝在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版本裡面 就不會裝到別的地方去啦 那要怎麼做 我用個比較保險 因為之前常常同學就是 就卡在那個 裝了之後 就一直沒辦法 Run的問題 所以底下的話 我教各位方法 就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1. 先把我們那個什麼呢 我先找到我們 就是 我們現在電腦裡面 所以你打開那個 檔案總管 然後找到我們現在的那個Python路徑 我們應該是C疊吧 然後我們是放在Python的384這個路徑 懶人包裡面 那打開之後就到這裡 所以 第一先開啟什麼 我們這個Python384的路徑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直接在這個路徑上方 點一下 然後直接輸入一個語法 叫Cmd Cmd Enter Cmd Enter 那你會發現 CmdEnter之後的話 理論上它會跳出 DOS模式 不過因為我這邊這一台 好像被改過了 它變成白底 其實應該是黑底 我把它改回好了 因為好像原來是長這樣吧 對 內容 是不是 它應該 這個應該是背景 螢幕背景 背景顏色是不是 算了 反正這個應該不重要 知道就好了 反正就是DOS的環境 那接下來的話很簡單 你只要把什麼 剛剛的這一個語法有沒有 Peep install有沒有 這一串從Python一直到 Install MaxPyLab CmdC好了 那如果你可以記得 你自己打好了 OK 如果不行的話 你CmdC 然後到DOS底下把它貼上 不過貼的話好像記得要在上方 因為不同版本好像有不同的貼法 但是你不能用Ctrl V 這裡好像沒辦法用Ctrl V 如果你要貼的話 好像在上面那個狀態列 按右鍵這邊有編輯 直接貼上 這個方法 好像另外一個方法是 直接直接在上面點一下右鍵 我記得好像就會貼上吧 OK 反正不管你就貼上就對了 如果可以 自己打一下 怎麼自變這樣 我們已經貼上了 假設因為這個環境被改過了 Enter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它就會去執行什麼 它會連線到那個 我們的server上 就是Python的官方的server上 然後並且 把那個MaxPyLab 如果你有看到底下有在跑 它會有那個下載的狀態 表示應該就是已經在安裝了 OK 有沒有看到 這個時候 底下的字怎麼變這樣 我剛剛是改了什麼東西嗎 好 那 如果呢 底下應該會出現什麼 這邊會出現就是 就是 什麼什麼 Install 什麼什麼Successful 之類的 那就表示已經成功了 好 那這邊應該會出現 OK 不過它會提示你說 你那個people的版本 它也就要不要更新 其實先不用管它好了 反正那個不影響 好 裝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把它關掉了 那理論上應該就已經裝完畢了 所以關鍵就是這一行 先開啟什麼 開啟你C疊底下的這個Python的384 把這個地方找到 就是你你現在的路徑 然後打個CMD 意思就是 它會呼叫那個DOS模式 然後它也會自動幫你把那個路徑給呼叫到這邊來 然後你把那個網址貼上 Enter它就幫你裝好了 OK 這個可能要 一個不難啦 OK 它會熟悉一下 安裝完畢之後的話 接下來來看一下 那我們就把它Run一下 不過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設定 就是在那個 如果你要把那個圖給繪製出來的話 好像是把一個預設的環境 有一個在上方有一個叫板手這邊 這設定 偏號設定 然後呢 這邊有個繪圖 預設好像它這個沒有打勾這個有沒有激活的支持這裡 OK 這個可能你要確定一下 是不是有沒有打勾 另外的話呢 這個我不確定這個是不是要改 如果呢 你們確定一下 如果你假設不是行內 可能是什麼自動之類的話 你就把它改成行內 我印象中好像這兩個地方一定要改 這個跟這個 你們確定一下 一定要打勾就對了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改成行內 你們等一下再看一下 然後OK之後的話 不過記得 好像這個Spyder一定要重新啟動 不然的話它好像不會 不會work 你即便改了它也不會生效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 因為我已經把它更動過 所以理論應該沒問題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應該OK了 所以呢 Normodule的訊息 應該就不會出現了 應該我們安裝完畢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利用那個MathPriLab裡面的那個折線圖的 這個功能 然後呢 給它兩個 就是我們剛剛建的這兩個 這個串列 然後最後我們來show一下看看 所以執行喔 看一下有沒有錯誤 沒有錯誤 沒有錯誤 不過它這邊有錯誤訊息 禁止行內 那應該不能用行內 我看一下 這邊應該是 繪圖的話 必須把它改成自動 應該是自動才對 然後這個要激活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按OK 那OK之後的話 你現在執行也沒用 因為它一定要重新啟動 我確定一下 我記得好像 你如果沒改 它其實幹嘛沒跳出來 因為你的Spider一定要關掉 不過我把它先Save好了 關掉 重啟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了 OK 那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先把那個MathPriLab裝起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記得要點那個 這個板手 你們確認一下 因為板手的地方 然後找到那個叫IPython控制台 記得找到那個什麼 繪圖的地方 繪圖的地方 找一下那個 後端的地方 記得本來應該是行內 你要把它改成自動 那上方一定要激活 這個圖形要打勾 這樣還OK 我剛剛試一下 應該是可以的 這個 記得OK之後的話 然後呢 確定還要把Spider關掉 重新開一下 我記得好像它沒有辦法 你按OK 它就馬上生效 它一定要重新啟動Spider 然後呢 這個時候如果你Run它的話 你會發現 它就會跳出一個圖形 出現了 OK 那如果你有看到這個圖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是成功了 它就會很快的幫我把那個 折線圖 給繪製出來了 OK 然後這樣的話 其實就可以 把 那後續的話當然 如果你假設要變更它的 線條的樣式 還有它的粗細 還有它的顏色 這個後面我們會再來 再來談 甚至將來 這個圖 你想說老師 那我想要把這個圖 給存檔起來的話 其實當然也可以存檔 所以 一些基本的功能 你會發現 主要當然你一定要先把那個 MathPyLab 先把它裝起來 所以特別注意 安裝的方式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 多練習 記得是在 這個C點底下的 那個Python 384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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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